内政部的网上申请外劳系统终于正式启用 副首相阿莫扎西宣布 从这个月开始任何有意聘请外劳的雇主 全都必须上网提出申请 在新制度下除了女佣之外 其他领域的外劳不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全都必须透过网络直接申请 免去了透过中介申请的手续 阿莫扎西说这个措施对各方都有好处 阿莫扎西是在 出席内政部长月集会后宣布这项消息 他还说新制度落实后 以往对内政部和移民局的各种负面指控都可以避免 NTV7综合报道